这是数学上最完美的赛车路线 一眼望去它是整个弯道最缓的弧线 所以在这条线路上赛车损失的速度也会最少 奇怪的是专业车手在过弯时都会忽略这个看似最完美的赛车线 这又是为什么呢 之所以说这条紧贴内弯的线路是最完美的 是因为在直观上它最切合直线 也就是说它的趋率是弯道中最小的 趋率越小速度就会越大 赛车也就能保持更高的速度使出弯道 因此这条赛车线是弯道中最快的路线 但出乎意料的是越专业的车手就越不会选择这条赛车线 因为局部最优解不一定是全局最优解 作为一名专业车手大局观非常重要 他们在意的不是最快经过一个弯道 而是跑完整桥线路的速度 所以离开弯道的速度可能比经过时的速度更重要 画面中的红色区域就是直道 直道不就是用来加速的吗 所以车手不会在这个区域浪费丝毫时间 因此它在经过弯道时会晚一点入弯 并拐个最猛的弯 更早的将车身摆直 以此确保赛车出弯的路线更加平直 这可以让车手更早地加大油门 完成加速运动 整个过程下来 虽然赛车过弯的速度不是最快 但它在直道收益更大 整体用时更短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跑道都适用于这个方法 举个例子 如果弯道后面连着的不是直道 而是一个或多个弯道 这时第一个弯的出弯速度就显得没那么重要了 毕竟一个不小心 全村吃鞋也不是没有可能 而且此时要考虑的是如何以最快的路线经过中间弯道 并能使最终的出弯速度达到最大 与之前的晚切弯正好相反 此时车手会在入弯时采用早切弯的方式 就是提升入弯速度早一点进入弯道 并在最晚的地方急转弯 牺牲掉出弯速度将车身摆正 让其以正常状态进入下一个弯道 中间弯道走数学计算的最快路线 然后在出弯处尽可能的做晚切弯 让赛车充分加速 以此提高整个赛程的平均速度 其实说起转弯技巧 赛车界还有一种转弯神技 飘移 那么它又是在什么情况下会被用到的 答案就是拉力赛 这种比赛大多是在开放道路上进行比赛 如果遇到沙石路或者冰雪路等摩擦力较小的路面 赛车高速过弯就会冲出赛道 为了保留速度车手就会选择挑移过弯 所以说现实中的跑道情况复杂 在比赛过程中路面汽车性能还有竞争对手 都会影响预设的计划 赛车手还需要结合实际情况 在众多路线中选出适合自己的最优解